这是陕西省汉中市的缅县 缅县地处秦巴山区 岸江川城而过 整个缅县人口40多万 这个县城非常大 关键今天阳光明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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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还特别久远 这个地方 多好的地方 免县赋佑保健院 我刚才是从杨平关 坐大巴车过来的 免县距离汉中城区很近 坐大巴车 可能半个小时差不多到了 免县也是有火车站的 杨平关到安康的铁路 现在秦岭北路那边 好像最近封山了 不让进山了 陕南这边应该还可以进山 陕西陕南这边 气温不冷不热刚刚好 关键我穿的是冬天的衣服 在重庆和四川那边 感觉很特别特别热 汉中这边每一个县城都非常非常干净 它这个路面也铺的特别好 好像没有到那边的车啊 这个秦八山区里面有好多葱庄 太偏僻了 找一个鲁莫市场 我想吃碗面 太想陕西的面了 这条路叫菜园路 我早知道就不来棉县了 到那个地方的大巴车都倒闭了 我刚才又问了一下 现在山里面人太少了 好多大巴车都停用了 不过到县城逛一下也挺好的 这边全是商场 晚上到那个镇上去住一晚 明天再去山里面找古寨 看来是不行了 百惠市场 我应该是走错巷子了 我记得我去年来的时候 有一个龙豹市场那边卖吃的特别多 这边是商业街 前边是超市 定丢山宾馆 不往前走了 县城太大了 逛不完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两家骑山嫂子面 这边有一家 这边还有一家嫂子面 赶紧吃碗面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于地区都有面食 还是咱们这边的吃面好吃 符合自己的口味吧 只能说 大碗11小碗10块 吃个扫子干拌 一碗面汤 两板蒜 足矣 一碗面 这是小份 稻子肉 油泡辣子 做扫子 还有一些小白菜 面汤 两板蒜 完美 半个月了 没好好吃面了 赶紧好吃一份 这个肉也挺多的 扫子肉 这个 这边叫辣条子 还有扯面 扯面是宽的 这个面应该是 不是扯面 这个应该是刀削面 自己擀的面 这面看起来都过瘾 过瘾 过瘾 这个面应该是越吃越香 越吃越过瘾 好香呀 吃起来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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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安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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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丢生 你吃不吃不吃 我看起来 我也没碰到你 我也没碰到你 你这是不是烧菜 你也要碰 你也要碰 背包旅行很累 我这个包 可能有的人都骑不起来 越走越重 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所以越来越重 一个人背包旅行 不像那种说是 比如说骑个自行车 骑个摩托车 或者房车 背包你必须 把所有的东西 背在你自己的包里面 所以它非常的重 走越重 就是说你越走 可能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像我这次出来 我感觉越走越累 就走不动了 后来出来半个月 每天你想一想 在重庆那个山里面 那个县城就和爬山一样 每天来来回回 不管你去哪里 你必须走着去 到公交站盘那去 或者去吃饭 都需要徒步去完成 所以它不像别的那种旅行方式吧 那就是为什么会偶尔会要休息一下 你还要洗衣服干啥 你说你回到房间里面 把衣服洗了干啥了 晚上再出来 不像人家那种说带几件衣服 都在那个车上扛着 是不是 我不可能太太太多衣服 越悲越重了 我根本扛不动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经常返回西安的原因吧 洗洗衣服 休息一下 稍微缓一下 缅线环境不错 好了各位 从四川回到陕西了 缅线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你可以坐高铁一路从 河平 阳县 城谷到汉中 再从汉中 坐大巴车过来 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线车 干净 气温也刚刚好 不冷不热 穿个棉袄刚刚好 在汉江边上看看风景 到县城吃个饭 再去诸葛古镇 浏览一下 看看诸葛亮的墓 再看一下五侯祠 再逛一下马超墓 去古阳平关的城墙上 看看风景 整座县城干净漂亮 挺热闹的 到处都是这种小摊 非常的街机气的一个县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